17.2004年我回到了美国 时间到了2004年初 公司已上正轨 股价已经100美元以上 我知道我答应女儿回到美国陪她的事应该要实现了 这时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红旗 回到美国陪我女儿长大 在2004年我向公司提出了辞呈 并写了一封信给员工 我提到的是一个阿摩养大的小孩 当时我看到很多台湾的父母因为工作的关系 将小孩交给家乡孩子的祖父母 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才将小孩带回来 或者根本将孩子长期留在老家 自己在都市打拼 祖母带大的小孩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还有当时很多原本和我一样 外派美国的台湾人 因为中国的崛起 工厂一到中国 事业重心也一到中国 很多原本在美国的家庭 父亲被迫得到中国找工作或转调到中国 家庭留在美国 小孩在美国长大 完全没有陪小孩长大 最后等到退休的时候 回到美国 对小孩来说 父亲只是一个在外打拼赚钱的代名词 几乎就是失去和小孩子的关系 我就想到我的女儿 如果长期没有父亲的陪伴 未来会是怎么样 当你知道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有钱人 问他们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他们的回答是没有陪小孩长大 所以我不会愿意我自己犯同样的错误 当我完成在台湾的任务之后 就毅然决然地提出辞呈 回到美国陪我女儿 我也不建议孩子年纪还小时 就将他们独自放到国外成为小留学生 小孩还小还需要父母的关爱时 就离开父母远渡重洋 自己面对挑战 记得 他们都还只是个孩子 对小孩是一种不健全的成长 也对做父母的 没有尽到陪伴孩子长大的的义务 也是失去陪伴孩子机会 通常当我们做父母的年纪大了之后 无法和成年的小留学生 有一起成长的过程 将失去和子女亲密的亲情 你有外派到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经验吗 你是如何兼顾家庭与工作 还是你曾经是一位小留学生 欢迎留言分享 可以帮到更多人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James